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非常好的调整作用 比如说它可以调理脾胃 补中益气 临床上用于食欲不振的 胃容易胀的 或者是容易拉肚子 常说的中期下陷 中期不足 内脏下垂的有好处 第二个 朱三里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常用的强壮的血位 通过它通筋活络 去风化湿的作用 来强化整体的一个功能 因此能够提高免疫力 提高抗病能力 对整体都有一个保险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般用朱三里这个血位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用于急救 当胃腕部 就是咱们常说的上腹部 当胃腕部或者是腹部疼痛的时候 赶快遭到朱三里那个血位 对它进行比较强的点压按摩 可以迅速的缓解疼痛 有这样一句歌诀 叫做肚腑三里流 肚子腹部 经常用朱三里这个血位 第二种用法 是经常用轻柔的力量 按摩这个朱三里 它可以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 养生保健的作用 那么有关用朱三里急救 我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体会 有几次 那个时候我还在南京中央大学读博士 有几次在火车上突然听到广播找人 说车上哪位是医务人员到积极机号车厢来一下 我们这里有个病人突发疾病来看一看 那么这个是我本身医务人员 就吃手空缠的 没带药 没带针 吃手空缠的就过去了 比较凑巧的是 有两次遇到的都是腹痛的客人 其中有一次是个列车厢 哎呀 那个肚子很疼 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要排除脊腹症 所谓脊腹症就是腹部里边非常急的 情况比较紧急的那样一种腹痛 比如说胃穿孔 肠道耕足 急性蓝胃炎 这些比较急的 你要判断一下是不是这样的脊腹症 那怎么判断 就是用手按压按压它的腹部 特别是疼的部位 如果说按压以后 它疼痛能够缓解 或者它不害怕你按 越按越舒服的 那说明它不是肌腹症 否则的话 如果说一按它就往后躲 更加疼痛 要赶快下一站 要赶快让它下车去 要找医院去急救 那么判断它不是肌腹症以后 就可以寻找它这个朱三里的学位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 在外戚炎的下方 四横直的地方 找到那个地方 找到朱三里 然后用力的点压按揉 每边各按揉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左右 就气效了 所以说这两个病人 我遇到比较巧 都算是 都是腹痛 并且不是肌腹症 后来点按以后 就得到了缓解 我刚刚坐到座位上 广播里边就开始表扬我了 所以这个点按朱三里 对于顽腹的疼痛 有非常好的保健的效果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推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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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